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就一直从宜南一直往南开到泰东 然后开到现在这附近就每一次就觉得气很对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边买一块小地 有时候来这边创作一下 1967年到巴黎 后来到纽约 四五十年创作的经验 一直到七八年前搬到台东这个大环境 才会感觉到当一个艺术家可以在台东创作 真的是非常幸福 艺术对我来讲 第一次感觉到会有那种喜悦感 那这是我以前在巴黎 在纽约 甚至在台北很少有的 几乎没有的这种经验 我从年轻的时候 我几乎很少朋友 但是印尼也就是我的第一个很好的朋友 可以安慰我的东西 伴随着我 比我太太很久这样 所以就很自然变成我很多灵感 都是从音乐来的 其实我是想说从平面艺术 然后慢慢转成立体 然后再来是地界艺术 不管建筑 雕塑 其实都是一样 对一个艺术家来讲 只是形式不一样 媒材不一样 每天都在为一草一木 都是在花精神 我觉得对一个艺术家 敏感度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五六年 六七年 就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出来 那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已经失去那一种敏感度了 你不能一直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一直重复于自己 中国话有一句叫熟能生巧 其实熟能生巧对一个艺术家 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经过了一辈子的创作经验 很挣扎的经验以后 那现在在台东 几乎不需要去想说 我要画什么东西 我要做什么样的艺术 不去用理智 可以较自然地去呈现出来 你想要的艺术 是在追求一个台东的 一个生活之美 我说你们看见了台东的风景 还有一个风景 你一定要看 就是江老师的画室 从不改变心意 执着于自己 梦想的一生 他终究走了五十年 当时我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去邀请安藤忠先生来设计这个馆 也花了六年的时间来盖这个馆 安藤忠先生 他认为是他一辈子里面到目前为止 最满意的五个馆之一 建植物也是一个意识品 可是今天江老师的作品 在这个意识品里面展示他的作品 他的画不是在画部里面 它是一个生命的延伸 而且扩展出来 成名艺术家一般来讲 他会考虑他的商业性嘛 最多就是四次 转变画风 江老师大概已经 不知道十几次了 从最早了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实在是 太真诚 充分去体现他心理的状态 心理活动 江老师是这样一个艺术家 这一次的展览就是 包含了我五六十年的作品 我从来没有想象说 有一天我会展出这么完整的作品 其实这一次的回顾展 顾展以后 我看了 我自己走了好几趟 我觉得对我一个 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我重新看到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时期 每一种心情下的作品 有不一样 每一个系列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 追求里面有一种光 从内心的光 那一些光有时候看不出来 有时候是很微弱微弱的光 那有时候是比较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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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 是一件非常非常智己的事情 创作 是一件非常非常自己的事情 创作 是一件非常非常自己的事情 自己慢慢翻以前的日記 我講的使命感 是我用藝術這個形式來表達 我自己想要做的 當一個藝術家 還是要做人開始 順其自然 那我會持續創作到五六十年到今天 可以辦一個回顧展 也是完全沒有計畫的 我只是每一段時間 我該做什麼就去做 面對什麼困難我還是要去解決 該畫什麼畫還是要去 一句話來形容 從這一次我看自己的回顧展 我不只相信藝術可以淨化人心 其實也是從這一次觀眾的 跟我的回應 我深深覺得 這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事情 藝術家最重要的還是從 他的心開始做出來的事情 其實從想要做一個藝術園區 和別人分享這個事情 對江老師來講 已經不是現在的事情 他其實在紐約的時候 在這個East Hampton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 五公頃的一個園區 所以他當時就覺得說 他在那個環境裡面 海就在旁邊 然後他在那邊做畫的時候 他其實就很有感覺 後來來到了台東 因為在台北沒有找到適合的地方 等到在台東的時候 對大自然的影響 每天看到的山海 日月星成的改變 但是這個時候他的一種感動 從一個旁觀者 我知道他是受到 這樣的一種心靈的綻放 他就更具體的想到說 也許他有能力的話 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 能夠為台東留下一個 他可以與人分享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真的是要有很多的貴人相助 那麼那個時候 老師居然找到了林友漢建築師 那麼他看了老師的那個 鋼雕藝術的作品以後 他立刻就心領神會 居然可以就把他的一個 原來的一個模具的想像 然後變成了一個具體的作品 那麼老師起先用紙板 做了一個他想像的那個 他原來的那個造型 那後來這個紙板的造型 有漢建築師也很快的 就把它變成了一個 具體的一個空間 所以第一個我特別要介紹的 就是那個像教堂式的尖塔 而這個尖塔 老師是用那個清水膜 作為結構的外觀 那麼外面呢 老師說有一半的 大部分的劈面 是用耐厚鋼 讓它自然的慢慢生鏽 也就是說他認為 這本身就是一個洞的作品 但是因為要變成一個園區 就必須要有一個接待中心 那這裡面呢 將來會是有一些作品 一些複製畫 或者是一些文化產品 就可以在那邊販售 也可以讓到園區的人 喝杯咖啡啦 小小休息啦 那麼第三個建築呢 就是一個住宿的空間 就是我剛剛講的 老師的夢想是 這麼好的環境 不應該是他一人獨享 應該是讓眾人可以共享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念之在之 他希望有一個駐村藝術家 跟所有愛好藝術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分享的地方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 我認為現在當地人 利用他們的能力 做了一個古倉藝術館 呈現在那個地方 所以已經變成是 台東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那麼在寒暗的另外一邊 以江銜二藝術中心為基地了以後 台中縣從縣長到副縣長都非常興奮 他可以帶動的未來是一個 台灣版的奈戶內海藝術節 隨著這個園區 將來慢慢的成熟以後 將會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 台灣走向世界 或者讓世界走進來的一個 重要的文化地標